需要有請行政院長蘇院長以及衛福部何次長 請蘇院長 請衛福部何次長 我們想要很謝謝說我們一直一直長期以來 在努力提升社會安全網的這個安全性的部分 那今天想要就這個社會社區的精神照顧的部分 來跟兩位做請教和確認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有想要積極的努力來進行 那我們先看到是說以國家的經費來看 以國家經費來看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在監察院在今年的時候其實有對衛福部提出這個糾正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他提到新聞上提到說 我們精神障礙者的家庭壓力不堪 照顧者自殺或被照顧者彼此傷害的悲劇 其實常會屢見不鮮 那監察院的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國內精神疾患者家庭需要面對狂大的照顧壓力 能夠目前並未獲得適時的支持和協助 另外就是仿視人力的比例的失衡 造成業務的繁雜以及繁重 另外就是社區附件精神照顧機構 與精神疾患者的人數落差其實非常的大 那我們想請教的是說如果我們來看這樣子 我們來盤點一下目前國家在精神照顧者投入的資源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以衛福部整體的預算來看 在心理健康出境的費用大約是5.33億 佔整個衛福部的比例大約只有千分之三 如果我們在細項來看 專注在精神疾病的方面 5.33億裡面又只有2.32億 大約是千分之一的這樣子的資源 我們來以這樣子的數字來平均下來 我們的人均大約是0.75美元在健康支出上 但是我們以WHO的會員國裡面的中位數來看 大約有2.5美元 也就是說在我國精神照顧的資源費用不足不到三分之 不到國際間的三分之一 那我們其實覺得這樣子的程度很需要再加強 我們再仔細來看這個剛才心理衛生費用裡面來提到說 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盤點一下現在社區醫療照顧者需要的人數有多少 這是來自於衛福部的資料 我們整理出來可以看得到說目前的精神病疾患者大約有13.9人 其中有11.3萬人是在社區當中 在醫療院所相關的大約只有2.6萬人 但是在資源的分配就是如右表所示 我們可以看得到其實如常有非常大的懸殊 我們可以看得到第一個是精神疾患者在社區的需求人口是醫療端的5倍 但是費用卻只有總經費的 卻只有投入經費的十分之一 就是13億比上113億 那另外就是社區精神復健機構的預算 就是其中的第二項 看得到的是大約在健保的費用大約是醫療機構的110億裡面的十分之一 其實有非常大的懸殊的對比 就是人口是非常的多 但是精神相關的這個協助以及資源卻是非常的少 我們想提出來的是說精神病患的治療其實除了在急性期的藥物治療之外 其實很需要長期或者是穩定的心理復健社區復健等等的協助 所以這部分其實需要整合相當大的資源經費 能力等等來才有辦法做到這個精神衛生方面的照顧 那我們再仔細細看說在剛才提到說這個社區型裡面來看 我們其實有提出衛福部這邊其實有社區關懷仿視的計畫 我們可以看得到在這個計畫當中我們有提到 希望能夠在110年社區仿視員的人力能夠提到425人 但以目前今年也就是109年現在目前只有99人 意思是說不是很確定這個意思 是不是說在今年到明年結束以前我們希望能夠增加3.3倍的人力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在經費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其實並沒有對比的投入 我們從106年一直到109年的經費只有增加了10% 所以想請教說那109年到110年的經費預算會是大幅度的成長嗎 以達到這個能力分配的需求嗎 謝謝委員這個精神病患的個案不但是家庭的負擔 社區的困擾甚至於廠長是社會很多危險案例讓人遺憾 那委員真的很認真提出這一方面看到我們國家在這方面 經費好像過少人力也不足這我們來努力 這確實應該要來加油我覺得確確實實這個一定要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來看得到是說其實還有一部分就是除了衛生相關醫療相關的部分 其實還有一些是社政勞政應該也要同心協力來提出來這樣子的協助 我們可以看得到現在這一頁提示提到的是在社政勞政我們盤點出來的結果 大概能服務的人次大概不到1000人次 所以能夠協助的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在這個衛政設政及勞政資源都很不足的情況下 應該要來整勝的檢視包括說目前的方案 是不是能夠達標剛剛提到的425人以及相關的對應 都希望是能夠認真來檢視並且來挹注相關的經費以及人力的 那接下來我們也想再提到說 我們看一下國際的做法 就是剛才提到說社區精神照顧在穩定期長期來說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醫療端的協助 我們可以看到說國際的研究其實都很支持 這個同儕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邊有提到說 包括裡面都提到說 這個同儕彼此之間的互助在社區的照顧等等 如果這些同儕能夠進到社區去做協助 對於這些精神 正在歷經精神疾患之苦的人 其實是有莫大的注意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說其實 不只是說有認識這樣子同儕工作的需要 以及同儕支持的需要 另外也就可以看得到各國包括說 英國、澳洲、美國等等 對於所謂的同儕工作者 其實有一個明確的訓練計畫以及認證機制 這邊講的同儕指的是 過來人 意思是說曾經確診為精神障礙者 他現在已經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時期之後 他可以去協助其他精神病患者 以過人的經驗去協助 然後同時透過這個專業的訓練之後 給予他們實際的協助和幫助 在社區上進行長期的關懷 那這部分我們會看到台灣的部分 我們其實在衛福部有訂定一個 精神衛生機構的團體獎勵計畫 這邊有提到說 在獎勵項目的第四點這邊有提到說 我們希望能夠陪同精神病患就義 以及提供同儕支持的服務 但是我們卻針對計畫的說明可以看得到 這些下面的所需要的人力 其實完全沒有包含了同儕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剛才上面提到 國外認為的同儕也是過來人 他們其實在台灣是沒有辦法進行這樣子的協助的 那更別說我們台灣其實針對這個同儕的培訓 以及認證並沒有任何的機制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參著國外的經驗說 讓這些過來人有精神疾患經驗的人 然後或是他們已經逐漸好轉的情況下 逐漸穩定的情況下的這些人 給予同類型同儕給予他們實際的支持 讓他們知道說他們怎麼樣度過這些日子 這樣是不是會比較實際的幫助到他們 跟委員說明您的建議非常的好 有所謂病友互相支持 那這部分我們來努力是不是參考國外的一些模式 在國內評估不管從法條 或者其他實際上的一個社區照護模式 我們來開始研理 對因為在之前的請教 之前也曾經請教衛福部 衛福部也很認同同儕支持的這個助力 和同儕支持協助的必要性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這個東西不要只是認同 我們真的應該轉成實際的作為來落實 那另外就是想要再提到一點 就是說在目前台灣來說 我們其實有專線的電話 就包括照顧者服務專線 又或者是安心專線1925 這部分其實都已經很頻繁的被使用 大家也都國民也都很清楚的知道 我覺得這是對國民來說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這兩個都是廣泛性的電話 它其實並沒有針對精神疾患者做 特殊的針對精神疾患者所提供的服務 那我覺得在精神疾患者這邊有幾點不太一樣的 就是他們在急性期的時候 可能隨時都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即時的協助 讓他們能夠情緒安穩下來 能夠即時的得到協助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民間單位 其實已經有進行這樣子的協力了 比如說伊甸基金會的服務電話 又或者是新北康復之家的協助電話 但是這些因為受限於民間的力量的不足 以及人力資源等等這方面的限制 我們很希望說這不只是民間單位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政府能夠協助 一起來進行這個精神疾患者的即時的電話的協助 讓他們也擁有專線電話 能夠即時的提供 讓這些服務能夠到位 所以不論是用委外的方式 或是說我們衛福部這邊 希望能夠直接設置專線 我們都是很樂見其成的 那是不是能夠請衛福部這邊來考量 好 謝謝委員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善用社會各界的資源 同時是有心的人 我們看怎麼樣把力量集中起來 再做一起的一個規劃 是 就因為民間團體現在目前能夠服務的按量 其實相對是少 因為人力經費的不足等等 所以我們這邊再次強調說 我們覺得這個社區型的精神照顧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除了在醫療端給予資源之外 應該要給予支持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這其實之前也有跟衛福部報告說 我們很希望在社會安全網的二期 能夠引進民進的聲音 聽見地縣人員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招財這樣的貢獻 會讓各方的意見能夠進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增加社區官房員的數量 以及社區關懷協助的資源等等的盤點 以及重整 這是我們很希望能夠在社區精神照顧 能夠加強著力的部分 謝謝委員 我們來努力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請教行政院長說 我們想提到這個重大事件的畫面 其實在媒體當中都會一直不停的在放送 我們想提到是說 我們何苦需要用這樣子的畫面 再次的來讓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感到痛苦 我們現在這邊提到幾個案件 就是前兩 左邊一集中間 這個是在奧萬大事件的那個小男生調 最吵的意外 其實媒體上其實一直看到這個畫面 甚至有更 更 更不堪入目的畫面 是直接放大體的畫面 不好意思 然後在信電案的部分我們也可以看得到說 這個監視器的畫面其實是不停的 監視器的畫面其實也是在媒體上 及網路上大量的不斷的放送 我們清楚知道媒體其實有報導的義務 要讓大眾有資的權利 但是我們想要問的是 這個社會公益和資的權利 一定需要配合這樣子的畫面來播送嗎? 院長認為說這樣子的畫面在第一時間外流 且不斷的播送網路上的大量的轉傳 你覺得這樣是恰當的嗎? 這不恰當 而且相關法律也有禁止 那我覺得我們的媒體自律 以及這個相關主管機關他律 我覺得都要加強 是 所以剛才提到 院長有提到說 就是相關的法律其實有限制 但是就我們現在目前的了解 就是我們希望NCC以及行政院相關的主管機關 能夠盡速的奠定規範一方面 這個媒體不當或是錯誤的 或是不當的畫面 或是甚至違反司法公正的畫面 能夠不要被播出 但是就我們像實際上跟這些跨部會 這些部會相對的討論與溝通之後 我們剛才提到說 這幾個部會應該要跨部會來合作 那是不是有哪個單位應該會是主折的單位? 對 我覺得這個相關的單位有主折 也有應該要協同的 並且也有媒體本身的自律的 那這個我就一直都認為 一方面法要周全 一方面圖法不足以自行 第三方面法貴塑行 也就不要只有呼籲半天 你法沒有到位沒有很快 就像這一次那個爬爬罩的 我就要求行政執行署 一定要立刻執行 那這個現在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有講講 所以這一方面我們社會已經在進步 但是有限 委員今天提出來 我們更是應該來加強 我們很希望法的單位之外 各部會應該也要來做各個跨部門的協助 以及主折 已經更積極地來處理媒體 協助媒體自律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得到的 但是以現實的狀況來看 就是剛才提到那幾個主折的單位 我們也都持續跟他們請教與溝通 以法務部的回應來說 它目前是沒有法源來處理這樣子的畫面的 那接下來就是NCC的部分 我們也跟它提供 也跟它討論過 也NCC的國家通訊委員會的回應是說 依照廣播電視法 以及衛星電視廣播法的權責 它能夠只有處理廣播電視的部分 而且這個畫面是播出之後 經過審議的流程 如果有確定違反 或是不適合 才會處理下架以及禁止 所以它其實意思也就是說 在大量的被放送之後 大約半年之後 才有可能去討論和處理 那這就是法源上 以及各主管機關的回應 那我們甚至的請教了IWIN 這個兒哨相關的權益的部分 它依照兒哨法 確實是可以賦予 跟兒童相關 有害兒童身心健康的內容 採取分級保護的措施 但是這個部分的處理 則會是被害人 或其親友陳情之後 協助來跟相關的平台 及業者來聯絡 也就是說第一個是 被害人家屬 被害人當事人 或是家屬 必須要在這個時間內 提出這樣子的請求 所以IWIN才能夠來協助 而且IWIN只能跟相關的平台來聯絡 並沒有權利要求他們 將這樣子畫面的移除 所以我們想提到的是說 大概不知道院長能不能想像說 當被害人家庭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其實心力都是非常焦脆的 他們根本不會有這個心力 去處理這樣的畫面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到 說這三方的回應 來看這個畫面的外流 或是外面的處理 其實都只剩下被害人 致力救濟一圖 我們想請教 這樣子 政府是不是有 確實有 不夠積極主動的可能 如果說是如委員所說 只剩下被害人 致力救濟一圖 這非常不應該 這是政府不應該這樣 委員今天提出來 我很謝謝 那我會要求相關部位 就這種情況如何遏止 而且不是只有呼籲於先 一發生 立刻應該處罰應該戒指的 或者如果不能自立 應該縱罰讓他賺不到便宜的 我立刻來要求相關部位 馬上來檢討 應該修正的來修正 應該灌車的來灌車 特別謝謝委員提出來 就非常感謝蘇院長的認同 就是這樣的畫面 其實我們真的很希望在第一時間 即使希望第一時間不要播出 那也希望說 如果我們退了九起次 就是第一時間播出之後 是不是能夠盡快的來處理 至少相關單位能夠盡快的來處理 那其實從博士會議 三年多前的博士會議 已經談到這個部分 那一直提到的都是 相關部會應該繼續來處理 但這個相關部會 我們能不能請求院長 能夠給我們一個 真正明確的主折窗口 來主導這個 所謂的跨部會的協調和溝通 好 我這個認為 一個是NCC是相關這個媒體 一個是法務部 對於相關的執法 那這些我會要求相關部會 我立刻請這個政委 來召集相關部會 就相關目前缺失情形來盤整 那立刻做出相關對應 如果如委員剛才指教說 還有法不足 那我們來修法 是 所以現在 謝謝院長的這邊 給我們一個承諾 就是說會請政委來主導這個部分 因為之前提到的就是 跨部會的這個部分 其實一直都是大家都說 這個部會沒有辦法 那我們也希望跨部會 但是實際上 溝通情況就是沒有落實的情況 以及沒有改善的可能 今天得到院長的承諾說 如果有能夠指派政委 來寫出這樣的案件 我們非常樂見啟臣 非常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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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ή ding 感谢观看